不要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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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吃 不要不要 捏著鼻子吃 加油加油 你試試看 你要比妹妹好一點點才可以 哈哈哈哈 這個兩件 這個兩件 一點點你要放進去 不要不要用舔的直接放進去 我也不要 只不小我已經跟誰 我們又來到了SS2 榴槤城 看看妹妹的表情 就知道她多開心 現在應該非常期待馬來西亞的榴槤 朱雄有帶我去這個可怕的地方 一直想吐 但是現在因為我懷孕了 我們就要看 而且妹妹也來馬來西亞 我就要看我的身體有沒有什麼改變 你覺得懷孕了可能會變得喜歡吃 我覺得不會 他們說懷孕會改變 我覺得不會 但是妹妹我覺得她真的會受不了 因為她連味道都沒辦法接受 好的榴槤一顆要多少錢你們知道 那菜 200塊 再多 450 400 500 700 700 500 差不多2000塊 要帶她去吃最好的榴槤 還沒有看過佳娜吃榴槤的可以看上一集 但是今天不一樣 今天是佳娜帶妹妹來吃榴槤 所以我要換成佳娜來介紹榴槤 我們看一下佳娜介紹榴槤 介紹的怎麼樣 這個最貴的 貓沙王 這邊這個你知道是什麼 XO D24 就是 印象中除了貓沙王還有什麼 後面是黑刺啊 那是不一樣的啊 每次公斤的 這邊呢 這邊是安米蒜的 一粒多少錢呢 小小粒齁 對呀 我們今天直接帶你們吃最好吃的 因為貓沙王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一定要試 但是黑刺你有注意嗎 貓沙王七十八塊一公斤 黑刺九十八塊一公斤 黑刺現在比貓沙王更貴 所以其實馬來西亞現在最貴的已經不是貓沙王了 是黑刺 品種稀有 或者是味道很特別 其實我也不知道黑刺為什麼這麼貴 所以我們就特別叫一顆吧 試試看 2.6 這一顆2.6公斤 一顆就兩百多塊了 一顆兩百六十塊大概就是一千七千八 差不多兩千塊的一顆 這個是馬來西亞最有名的三個水果 榴蓮三竹紅毛丹 當然三竹跟紅毛丹應該是接受度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給妹妹先試 紅毛丹三竹 最後才來吃榴蓮 家娜有沒有吃過三竹跟紅毛丹 沒有 有沒有吃過嗎 這兩顆有沒有吃過嗎 這個你好像有拔過給你吃嗎 有可能 可能它裡面的樣子跟妹妹的樣子 妹妹是完全應該完全不知道 這個有看過 這個有看過 沒有 OK 我們直接來先來試這個紅毛丹 這是那個沒有顏色的嗎 對 它有一點像那個荔枝的顏色 但是味道 我想一下 應該是荔枝比較甜 它比較不甜 用兩個手掌 捏著它 對把它捏開來 但是它會有水噴出來 所以小心 沒辦法 有 成功了 成功了 那先給妹妹吃 對 裡面有一顆種子 你們就咬它外面的肉 妹妹到底可不可以接受呢 嗯 嗯 嗯 看來 你沒有說的有 喔 幫牙 喔 幫牙 不看 你看 它不能吃 只有用咬 什麼 Fladi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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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好吃 在烏克蘭沒有紅毛丹 沒有山豬 完全沒有 這個都是熱帶水果 對 都是熱帶水果 這個看起來像一個很大的葡萄 葡萄 大的葡萄 你們會不會考慮把這個東西帶回給媽媽吃 買的 我覺得媽媽會喜歡 對 應該都是三個五分 我的時間不讓天賣得到 哦 從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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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毛丹時間過了 現在是三足的時間 唉唷 可以喔 要用那個 用那個虎口 虎口直接這樣 對 虎口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白色的 白色的 你用虎口去拔 它就可以整塊拔開來 怎麼樣 裡面也是一樣有種子 你先把那個肉先 沒有 你咬下去是吃它的肉 嗯 要把種子吐出來 種子就吐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慢慢 嗯 好吃 它說好吃 如果它可以接受 我一定可以 因為我不對 你的接受度比較高 我覺得我的接受度比較高 你在妹妹面前就變成不挑食的 現在是妹妹挑食 現在到加納試吃時間 沒有什麼味道 嗯哼 有一點甜甜 有一點酸酸 酸酸 我喜歡 這個比紅毛丹 這個幾分 10分 10分 啊妹妹給這個幾分 我怎麼給這個 啊 同樣是這個 7分 所以 我怎麼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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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它沒有味道 啊 妹妹的10分是這個 7分是這個 加納是相反 現在 大魔王 大魔王 我現在給妹妹吃 哪一個 哪一個是哪一個 這個是貓山王 黃 比較黃一點 這個是黑刺 我覺得你們先試 貓山王好了 好 先試貓山王好 你看他們的樣子 不一樣 這一顆真的要差不多2000塊 這個也是 先給它 哈哈哈哈 打開 我的腳很快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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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直接吃 不要不要 捏著鼻子吃 加油 加油 来现在到家那 久久不能忘怀 你试试看 你要比妹妹好一点点才可以 这个两件 这个两件 一点点要放进去 不要不要用舔的直接放进去 我也不要 我吃不下了 我真的吃不下了 这个是毛生的吗 我们再来一次黑刺 黑刺 来 到底黑刺会不会比较好 一个想吐的人叫另外一个想吐的人吃 吃 好好的 他就爽 他就不爽 他就不爽 加油 加油 你要吃下一颗 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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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块 两千块 为什么不可以 你这要吃多少 你要跟妹妹打赌 他已经吃一口了 大 嗯 挺 一到 哦 厉害 你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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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榴槤 1到10分 還好 我們沒有吃 你已經比較好了 你是馬來西亞媳婦了 你要吃得比較好 這個榴槤PK是 加納獲勝 終於有一個人可以 真正的來品嘗一下這個榴槤 那貓山王的特點是什麼 它的果肉很黃 而且它的種子是扁扁 所以它吃起來是 苦中帶甜 一開始入口是苦的 但是吞下去的時候是回甘的 這種的棟子是扁扁的 你看 它的味道就是 入口的時候是有點苦 但是你吞進去之後它會回甘 可是黑色就不一樣了 你看它的果肉是有一點 有一點橘色的感覺 是不是不一樣 就是我的手 えっ 我喜歡吃的 我會吃的 今天有一個吃的 我會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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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吃的 专业讲评时间 刚才那个猫山王我觉得是比较不适合新手吃 猫山王真的是要会吃榴莲的人 因为它入口的时候它是真的有一个比较苦的味道 但是黑刺相对来讲 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容易接受 因为它一入口就是甜的 跟猫山王比它的味道比较没有转变 但猫山王的那个苦之后回甘的那个味道 我觉得还是比较特异 虽然黑刺是比较贵 但是我个人我觉得我还是喜欢猫山王 黑刺就是吃一刺就算了 可以来试试看啦 但如果你是菜鸟榴莲爱好者 就可以先试试黑刺 你看这个价钱 猫山王要200块 199块 然后黑刺是261块 这边加起来两颗榴莲就是450块马币 差不多就是3000多块哪个币 两颗价钱 然后其他的你看三竹多少钱 三竹才9块半 9块8 然后红毛单13块 很便宜 所以你看到什么叫万果之王 上课有学过榴莲是万果之王 我们没有知道榴莲是什么 完全不知道 我来到马来西亚 你才跟我说你们喜欢吃这个水果 啊妹妹什么时候知道有榴莲这个水果 我们在台湾里吃的 但是在台湾里吃的 但是在台湾里吃的 但是你们知道泰国的榴莲不是最好的 马来西亚的榴莲是吗 那我也不知道 才不知道 因为我们都没吃过 我们只看觉得好美味 你这一会儿又买榴莲 在台湾里太多了 就算还有我没有吃过这个水果 我当时在马来西亚有卖榴莲的卜物 我现在来送给他们在伊克兰州 所以他在他的鱼肉很稠 他们饭了一个礼物就够掉 我现在吃了 所以如果你要送给乌克兰人家的离物 他们应该也受不了 我们没办法介绍 卖榴莲的地方都有椰子吃 就是一个是热的一个是脸 吃完热的就是要喝脸的 今天的榴莲山竹红毛单之旅 我们的体验结束了 WITZ 哈哈哈 那是为什么我说 我说你不懂英语 是的 我说 我完全没有对她 有什么东西 北京说的不舒服 我还叫她吃吃吃 你们觉得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会爱上榴莲吗? 没有 你可以告诉你 我说不可能 我也觉得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我觉得它的味道还好 我不喜欢它的口感 是软软的 好像吃榴莲兔子 我最搞不好 那如果是榴莲冰淇淋 还是榴莲饼干 榴莲糖 吃过榴莲冰淇淋 我觉得我可以吃 冰淇淋可以吃 所以真的是口感的问题 对 我不要吃那个软软的 你问妹妹如果是榴莲冰淇淋 还是那些 没有 没有 我甚至没有尝试 因为我没有尝试 因为我没有尝试 但是榴莲看都不要看 就已经不舒服了 那你会明白 为什么一颗榴莲要这么贵吗? 它很利益 因为它有很多健康 很健康的营养 可能因为它不是很健康 而因为它只有季 所以它不是一年可以买得到 只有一段时间可以吃它 所以它很难找得到 如果吃了榴莲会变超瘦 而且会变超漂亮 可以吗? 如果吃榴莲它的牙齿可以立刻好 不用帮牙了 可以吗? 但是我才喜欢它 看来好像怎么样都没有办法 看来好像怎么样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今天你们看到这个我妹妹的体验 你们要支持它 给它like share 一个 或者两个留言 因为它真的很认真的 直接读了 如果你们还要看什么 带它体验什么马来西亚 但是我们也可以 我们下次见 爱你们 敬你们吧 拜拜 拜拜 拜拜